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請我們潘主委 來我們請潘主委 主委好 我們今天要審職業災害保護法 那在談職業災害保護法 以前我想請教主委 謝國雄的存勞動 有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 我們勞委會裡面 有沒有任何一個人看過 謝國雄的存勞動 我不清楚 處長 福利處處長 有看過謝國雄的存勞動嗎 有翻過 書店翻過 副處長 有看過謝國雄的存勞動嗎 沒有看過 勞保局 勞保局 我們把險法的這個主要 權責單位 有看過謝國雄的存勞動嗎 主委沒看過 處長沒看過 那為什麼講這一件事情 謝國雄現在是中研院的 研究員 好 他是這個勞動理論的專家 好 做勞動議題 大概大家都會看他的理論 他有理論基礎 而今天這裡面啊 他有一篇叫做 人肉 人罵 因果 與工作 這裡面在談 純勞動和人肉市場的概念 這裡面所匡定的議題就是職災 所以今天的職災 不管是保險法 保護法 在之前的預防法 就是勞工安全衛生法 他這個裡面都涵蓋了 基本架構和理論 而這裡面啊 他談到純勞動 就是說老闆把工人視為 在職災發生的時候 有做有錢 沒做沒錢 所以這個生活今天 補償到底要什麼範疇 就從這個裡面來了 純勞動議事 那人肉市場是說 你的有做有錢 沒做沒錢 壞掉了 你已經發生職災了 或是永久性的失能 或是暫時的失能 但是啊 人肉市場的是沒辦法 我們就沒辦法繼續了 因為你作為一個勞動 純勞動這個工具性 已經沒結束了 所以用完 就像免洗碗筷一樣 用完就丟了吧 那會牽扯到說 職災不管是暫時失能 還是永久失能以後 勞固關係終止以後 這一個人做一個勞動機器 他沒有利用價值的 但是作為一個人 他要需不需要持續照顧他 好 不怪說賺錢人 賺錢人就是典型的 純勞動有做有錢 你沒辦法作為生產工具 你就沒價值了 再加上人肉市場 這個人肉市場裡面 這個沒價值的東西 就沒效了 因為作為一個勞動機器 你只是受固者 只是老闆的生產要素裡面 就如同原料跟機器一樣 就沒了 而今天啊 在這裡面就看國家的作為了 國家的作為從 疾病傷病或者是失能 齁 你要給付到傷病也給付 或者是失能也要給付 還是死亡要給付 要給付到哪個程度裡面 就牽扯到你這個工人 你這個勞動 這個東西發生是在工作的領域 就要發生了 因為工作而來 還是說你這個東西 不可能直接證明這個因果 是從工作而來 所以把一個人 把一個生命切割成 你是屬於工作的 你這個部分是屬於非工作的 即便這個人 不可能這樣子切割啊 一個人清醒的時間 的三分之二都在工廠 你說這一個人的生理的狀況 你回到家就是你家 在工作的時候 才是屬於工作的 即便可以切割成 這個是因工作而來 和非因工作而來 這一件事情都是荒謬的 而你打框成說 這個是要證明是職業傷病的 然後這樣子才是雇主責任的 這樣子 是不是把一個身體 把一個人這樣切割 所以在這種過程當中啊 會牽扯到未來的給付 以及這個復健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一直在看講 國家的作為在哪裡 國家現在要平以形式說 我的疾病分類幫你做分類 幫你做認定 那補償齁 就只補償這個失能和死亡 傷病的我不補償 然後國家在這裡講說好 雇主你要規定你做到哪裡 就沒有你了 這個是國家目前的角色 但是我們講說今天要審保護法 保護法的基本概念 我們先姑且不論你的補償和重建 要涉及到金額和涉及到費率 所以你在預防補償重建三個步驟裡面 你沒有 你沒有把這個理論說到底要做到哪裡 雇主的責任到哪裡 政府要求 政府要求雇主做到哪裡 界定好 那你界定好才能講說要花多少錢 要花多少錢才能界定這個費率 費率以後才能講說 我們這個要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 所以這也就是這麼多的委員 一直在跟你講說 保險法跟保護法是相關的 你不能夠脫鉤處理的 那為了這個呢 你們到我們辦公室來溝通 我們告訴你說 保險法跟保護法的關聯性 你到時候沒有保險法 保險法定出來是要取代保護法嗎 還是說你就不定保險法了 那你現在保護法的內容 就於目前沒有討論費率 沒有討論保險法 你就說就有限既往的做法 你要遵循既往的做法 然後行李如以換個名字 把補助變成津貼的名字 把一到七級擴大一點點到一到十級 他的行李如以這樣子給他過就好了嗎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一直要跟你講說 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是一個非常的嚴重的事情 絕對不是在你們舊的概念跟新的假戒的 舊舊換新平說 三年五年沒有納保的 從補助名字變成生活津貼三年 納保的植栽就給你生活津貼五年 買斷了就好 我們不能這樣子解決啊 主委你覺得呢 跟委員報告齁 其實您剛剛提到的確是他在 職災保險的單獨立法 跟現在的職災保護法 他的確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如果您所說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思考是說 在現在這個階段我們能做些什麼 能夠幫助職災勞工 能夠解決他現在的資產上 如果發生職災的時候 給他某種程度 包含一些沒有家保的勞工 其實原來 這個原來的現在法 你已經在做了 對 但是這裡面還不夠的部分 怎麼樣把它加強 你哪裡也不夠 你不夠就放寬一到十級 本來是一到七級嘛 因為我們希望是說 接下來職災保險法還是要做的 那職災保險法要做 因為它牽涉到就是說 當要把那個職災保險法 真正等到立法真正能夠完成 我知道這裡面還有很多複雜的過程要進行 很多 很多 我們都要一起考量的 很多 但我們要求 傷病 還有給付今天 要一到十五級 我們不要三年五年買斷 我們要終生一輩子 那我們也不要你告訴我們說 我們錢 花不出去錢多得無牛毛 所以費率下降 一路 一路從七八年 0.9 下降到現在0.2 全世界最低 連韓國的費率還有1.78 德國還有1.32 日本還有0.7 好 在這種觀念裡面 你說我們錢發不出去 當我們你說不談保險法 我們就談現在能夠幫勞工多做一點什麼 我們的版本要你擴大到 重生 擴大到一到十五級 擴大到 我們希望傷病也一樣要納入 你告訴我們錢不夠 可是我們的費率 我們的費率 法定費率 你因為不發 不給這些勞工 直殺勞工錢和津貼 也不給他們重建的資源 然後你就說錢花不出去 我們調降費率 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啊 所以我們再看一看 這核心精神和問題發生在你 這五人以下 在未來最大的問題會在哪裡 五人以下沒有罵保是一個大問題 職業工會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這個糾紛會很大 五人以下還有職業工會 還有以多報少 這會牽扯到你們的給付 是要用最低投保薪資 我們認為應該要比照人家 人家是五分集氣的大保 以他所投保的薪資來給付啊 職業工會說這個費率要怎麼辦 費率沒有調整 給付沒有確定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實質的審查 那我們看到說你們在低估 第一個你們低負了職災的幾副 也低估了職災的這個比例 從通報門檻一死三傷的重大才能通報 低估了所有職災的比例啊 所以這個問題這麼大 我們希望主委您要告訴我們說 五人以下要不要納保 我問一下現在本來就是有納保啊 他只是說 他不要強制納保 他現在 跟委員報告啊 這個部分因為也涉及到一些 包括這些勞工啊 在不同單位的這個家寶 但是我們將來那個職災保險啊 那個單獨立法部分 我們是希望至少把 他在工作中發生事故的部分了 能夠處理 所以我們將來那個部分 我們是希望至少在職災部分 要給他強生納保 對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你的保險的 保險法的版本出來 就是說他因為他牽涉到 的確是有很多層面要出來 對 所以我們看版本啊 因為這個保險法會跟我們的保護法要配合在一起 預防 這個預防 補償 重建 這是在一起一套的啊 那又跟錢有關啊 當然要在一起啊 只是說你現在時間上 你現在要等到保險法 好 因為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 因為等一下就要審法案了 法案裡面我們就會陷入沒有辦法交集的溝通裡面 會陷入到底要補償到什麼時候 津貼到什麼時候 會陷入說 我們到底要補償到什麼樣的類別 商品要不要納入 那會現在到要以最低級距來津貼發放 還是要以他的投保金額來發放 這一些沒有保險法沒有費率的討論 我們沒有辦法討論這一件事情啊 那就是為什麼今天的困難在這裡啊 李委員我們今天下午可能還可以慢慢的再討論好不好 好 我們希望是不是說能夠盡早 我們盡早把你們的 也不用等到明年四月 把你們的保險法 這一道菜之後 再怎麼樣都要見公佈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 有這個保費 其實有在扣錢啊 不是沒有 你把各個部門整合起來 菜單出來給我們看啊 我們要看你們的配套 我們要看配套啊 我今天是釣法論法 再來就是說理論 我認為你們應該要去讀謝國雄的純老大 你沒有這個理論 今天不是人肉市場的啊 不是人肉市場的 我們謝謝林委員 那我首先先跟大家抱歉 因為我本來認為說這個時間上應該可以控制在十二點半以前 不過我想 委員現在已經都到現場了 我們就尊重讓委員做發言 那我們楊瓊英委員 楊瓊英委員 楊瓊英委員 楊瓊英委員不在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